你好呀,我是小黄瓜 换换口味 然后,所以里面肯定有你喜欢的 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个 跟你的 癖好沾边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呢 本来应该是一期鬼故事视频 你们别急着听到鬼故事就走 本来应该是 但为什么不是呢 本来我是想开一个 就是有点胖胖脸的 看着就不害怕的 一个特效 然后呢,给你们念一些 鬼故事 这样的话呢,喜欢耳边 轻语的小伙伴 或者喜欢胖胖脸妹妹的 小伙伴 还有喜欢鬼故事的小伙伴 就都可以 就开心起来 但为什么没有录呢 因为我去买了本鬼故事书 然后我找了里面的 直播的时候 念过四个故事 他真的不算鬼故事 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 他里面有一个故事 先别急着走 真不吓人 听我说啊 他里面有一个故事 说的是 就是 男朋友劈腿 然后女朋友就 就劈着茶 劈着茶 他就从楼上 蹦 掉下来了 然后男朋友 躲到郊外的房子里 然后 每天晚上 夏天 特别闷热 但是呢 晚上却感觉 有电风扇 然后抬头一看 看见女朋友 劈着腿在那儿 就转转转转转 就是个很暖心的故事 这种情况 还在给这渣男 提供一丝丝的清凉 这个故事 说出来不值不贵 甚至有点够 然后还有一个故事 说的是 吐头 演讲的事情呢 大家都面临的 一个吐头问题 然后有个人 在路上 就是被拉入了 一个吐头 传销会 里面 大家互相鼓励 最后约好了 在跨年那天 到一个 地标的 高楼 一起等待 等待吐头的消失 然后后来 谁知道 是外星人的计划 外星人 在他们光吐吐的 头顶 作为 听UFO的 听极品 然后 然后从这里 直接就 控制他们 最后 我觉得这故事 讲出来 我像个神婆 就像那种 不知道自己 在讲什么话的 那种人 但他的确 就这么个故事 还要我打比方吗 为什么 我 为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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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视频 没有念鬼鬼 所以我再跟你们 打个比方 就是一个人的 他很喜欢冲浪 然后他接着工作了 有两天假期 他去海边冲浪 然后呢 冲完浪 他找了一间 海边的饭店 然后吃三文鱼 在那一盘一盘的家 觉得超好吃的 最后 后来上厕所 路过厨房 发现 那个三文鱼片 是老板 从自己肚子上割下来的 他就很害怕 他就跑了 吃了把王餐 然后回到家 最后有各种各样的 幻想 最后发现 结局是 就挂了 在家中 然后检查他的 body的时候 发现 是他耳朵里面 进了只水墨 好像水墨 能产生什么 什么精神信息素 什么来着 然后就让他 产生的幻觉 这已经是 这里面 最恐怖的 一个故事了 不用我打比方了吧 为什么取消了 你们的 鬼故事 都搞 那行 我再打 最后一个比方 因为这个故事 真的太 最后一个比方 就是 有一个变态的 每天都跟着一个女孩子 摸清了人家 上学的时间 到家的时间 人家只要不在家 他就躲到人家 跑到人家家里 睡人家的窗 换人家的衣服 做进这种 很变态的事情 然后 还跟踪人家到学校 偷听人家上厕所 连人家多自探 都不放过 偷听人家 女孩子 跟自己男朋友 打轻马轿 然后有一天 躲在这女孩家的时候 谁知道 这女孩提前回家了 躲在人家仪柜里面 然后人家打开仪柜 看到他 就像没看到一样 然后在他面前 换上了睡衣 然后躺到床上 翻来覆去 他就觉得 这是他的 女孩的邀请 他觉得 原来我一直都 给大家都知道的 我这时候 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了 整个故事的过程 还是听起来 有点离谱的 小兴奋 他觉得 他该做点什么了 最后发现 他去亲人家 拔到床上 然后亲别人 亲额头眼睛 然后亲到脖子的时候 他咬了一口下去 然后被那女孩 打了一巴掌 那女孩的力气 惊人的打 一巴掌 把他打得 就长穿 独揽的那种 那他刚想说话 那女孩又给了他 一巴掌 他就没了 然后最后说这个 这变态是个文字 还有我打笔放呢 所以我是真的有诚意 要给你们 录一个 讲故事的视频呢 那时候 我的 不 不封闭了 书店都开了 我到时候再去找一份 鬼故事 是吧 我找到合适的故事了 我们再录 那今天呢 我们是 一个 你听就完事了 好吧 今天做的这个 这个主题叫 总有一个 适合你 每个道具两分钟 解释 开始 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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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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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